Hello,大家好,我是Aaron 看到這個設置沒有誤會 今天絕對不是要銷售任何的樓盤 不是介紹什麼樓化 相反,有一個很重要很嚴肅的資訊 想帶給大家 特別是如果準備在Bernaby置業 買了或者準備買Concord Pacific的Metrotown 這個樓盤 Concord的Oasis這兩個樓盤 一定要全聽 因為這個消息會影響 除了影響了你們將來的對住體驗之外 也會大大影響了家屋的resale value 而我看過所有的網絡平台 沒有一個information 沒有一個人說過這麼重要的消息 所以今天希望第一時間和你們分享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通常看樓盤樓盤 一些很大的Balcony 在哪裡看到Bernaby Balcony如果大的話 你也要用得著才行 你想想 又會擔心打風 下雨 天氣太冷 什麼都可以用 那些就變成大而無當 所以Balcony要大 又要用得著 真的做到裡面和外面合一的話 不容易 我想說說 Concord Pacific在這方面 花了很多工夫 想了很多在設計上 追溯回到2016年 它就是Concord的Hillside 即Bernaby那邊第一期 它們做到就是 一個finish了的屁股 鋪了一個防滑 防水的地磚 通常不是水泥設計 是石屎的 鋪了一些地磚 最重要的是什麼 做了一個Pateo Heater 跟大家說說 這些Pateo Heater 不是隨便都能安裝 因為我們在天花那裡要拉繩 但還是不夠 直至去到2021年 碰動一時的就是 Concord Metro Town這個樓盤 因為它們是第一個發展商的設計 就是完全的密封式的Balcony 在Concord Metro Town 或者Concord Oasis 它們用的第一代 叫完全密封式的系統 叫Nimon System 原理很簡單 三個步驟 就是開啟了它們 Slide 就是一直躺躺躺躺躺躺 躺到盡頭那裡 然後Stack 就是躺在一起 問題來了 這個玻璃很重的 你要travel這麼遠的路程 而且很瓦定 瓦了很多位置 有見及此 Concord那裡 周圍Oasis 沒有其他供應商 可以做第二種的設計 找來找去都沒有 因為一般歐洲的設計 最多的樓層都可以處理到 可能8至10層高 但它們現在要處理的 可能是40多層 50多層 甚至60多層高 封鎖壓力 都不一樣 這個系統不合理 他們說 不要緊 你們沒有 我們自己設計 Concord的In-House 就是他們的設計 工程師 自己研發一個 不是左右式的拉 即是躺拉 是上下式的設計 這個設計 這個上下式的設計 我們俗稱它為Version的2.0 這個3.0的系統 其實已經很完美 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但發展商覺得 不 還不可以 因為大家如果坐在這裏 如果我們一開了 一開了 Balcony 這裡有一條 8吋的一條 阻礙了 去看景 外面也想看景 享受一杯咖啡或紅酒 這裡擋著景 就引伸到 最後 現在暫時最新的Version 3.1 這個就是堪稱完美的3.1 的Version 我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開了 的話 是完全沒有東西擋住的 而且沒有了那條Cable 它現在用的是彈弓的設計 整個設計 也是簡潔很多 這個就是如果 這個已經承諾了 承諾了哪一個項目 就是 Concord的 Greenhouse 如果買了 Concord Metro Town Concord Oasis 怎麼辦 那個暫時承諾了 是一個上下 這個拉益也沒有問題 但是 他們還未承諾 可以做一個Baffle 還未得到 Final Approval 大概需要多長的時間 應該可能 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2025年 就很大機會 得到一個Final Approval 如果拿到Final Approval 的時候 發展商都說了 他們很大機會 會做一個價錢的調整 因為做了這麼多的Version 的話 無論是研發 材料 運輸方面 那個成本都提升了 但如果是未拿到Final Approval 之前 說明 原價 一元都不會加 所以這個可能 都是一個opportunity 如果你們還在 Concord Metro Town 或者Concord Oasis 都要快一點 因為他們已經賣了75% 大家剛剛看完這段影片 我的分享 我除了想大家了解到 一個發展商 如何用心設計 Behind the scene 的故事之外 我更加想大家了解到 就是 他們Care買家的居住感 的重點性 大家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是打爆風球 外面橫風橫 越行雷閃電 我其實都還可以 很自在地享受 這個balkony 和他們聊天 完全是沒有影響的 充分可以利用了外面的空間 還有 剛才我說過 這個project Concord Metro Town Concord Oasis 未完全得到Final Approval 我可否保證 我不可以保證 但我覺得 沒有太大的阻力 或者理由 他們是不承認 因為Green House已經做了 還有他們需要 那個圖紙上的設計上的要求 發展商也都配合了 所以我都很希望 可以他們 approve 到這件事 因為 我覺得 approve 了之後 對這兩個project 那個value 更加會有一個大大的提升 還有最重要是什麼 我不希望 有一個大balkony 給你們 我希望有一個用得著的 balkony 給你們享受 希望今天這個分享 你們會喜歡 我明白很多的 information 但希望真的對你們有幫助 無論是在Burnaby 準備置業的人 或者真的買了 準備買 Concord Metro Town Oasis的朋友 我希望這條片 是對你們有幫助的 如果不想錯過其他新片的話 記得like subscribe myshare 下次見 拜拜 我是你們的溫哥華地產經紀 Aaron Chang 在溫哥華 從事房地產行業 已經超過15年 很榮幸 成功幫助 接近超過2000個client 處理他們房地產的買賣需求 其中 我幫賣家以快 狠 準 在最好的時機 賺到最高的回報 憑我多年的經驗 為你們設計了一本 賣屋指南 The Seller's Guide 令你們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將一間屋的價值 提升到最高 馬上click下面這條link follow我的channel download這一本 屬於你們的賣屋指南 我去看 成功 選擇 中間屬於馬來 我去看